空巢随想,两个礼物让你顺利进入人生下半场 人到中年,寂寞,迷惘,困顿,骚动不安,乃至关系破裂 怕变老,怕离婚,怕失业,想抓住青春尾巴,却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空巢期是白手偕老的婚姻必经的历程 夫妻走到儿女都离巢时,首先就要学习紧密相依 在空巢之前,华人夫妻无论话题,生活模式经常都是围绕着孩子 一旦孩子离家之后,如果不学习,没有强迫自己配合另一半学习过夫妻紧密生活 夫妻的话题自然很有可能越来越少,彼此的关系会越来越像室友 如何突破空巢期婚姻的尴尬,让夫妻好好相处 其实空巢是一个外来词汇,指孩子都长大离开家了,家里只剩年长的父母 而中国人的空巢描述则带有些成就感,表示孩子都培养成功了 当然孩子成功带有各种各样的标准,这里的孩子成功一般指孩子找到好的工作 已经结婚成家,美国的空巢一般指孩子离开家去读书或者工作了,孩子未必已经结婚成家 现在,美国有近一半的成年子女住在家里,不知道这算不算空巢期,算空巢期,但是孩子住在家里 不算空巢期,但是孩子已经长大,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工作 住在家里主要是现在房子和房租都太贵 当然,疫情的缘故也导致许多孩子住在家里,一方面省房租,另一方面可以远程上班 现在的孩子也很难,房价很高,租金也很高,靠自己的工资买房,几乎不可能 有房族怕房价跌,但是我们也要体会年轻人的艰难 有资料显示,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比过去的年轻人不开心,我很能理解 我的孩子都去外地读书,工作了,所以我们就是空巢家庭 回想过去十几年,陪着孩子成长,现在他们都离开家了 心里有失落,也有期待,想记下这种心情,所以就写下这段文字 第一,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人生几十年,包含不同的阶段 有一个哲学里面,人在小时候四条腿走路,爬行,然后两条腿走路,最后三条腿走路,主拐杖 我的理解,人小时候像动物,不能站立行走,也缺少知识和思想 长大以后变成人,老了以后需要外在的帮助 现代社会对人研究多了,把人生分成更细的不同阶段 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老年时期和晚年时期等 为了对应这个主题,我们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 做孩子的阶段,做父母的阶段和享受自我人生的阶段 一,做孩子的阶段,就是从出生到结婚成家的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父母照顾我们的生活和成长 三世而立,这个阶段大概三十年,在做孩子的阶段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高兴 一方面让父母为自己孩子的努力和成就感到自豪和高兴 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挣钱手艺 以后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不要成为父母的负担 三,这是长身体或学知识的阶段 我们在父母的指导和帮助下,从幼儿长成大人 二,做父母的阶段,就是我们已经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成了孩子的父母 我们的任务,是养活自己和孩子 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和成长环境 在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给孩子有一个安全网 这个安全网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 做父母,首先孩子需要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服穿等等 父母如果不出去工作,那么家里日常开销的钱怎么来 如果父母都出去工作,那么谁看孩子,谁接送孩子去上学 去参加课外活动 在国外的第一代移民父母,还面临工作身份的压力 没有绿卡或者外国公民,工作方面压力就非常大 没有身份的时候,万一丢了工作,就面临离开这个国家 这不是任何人都愿意面对的艰难处境 如果两个人都工作,收入方面压力小一点 但是照顾孩子方面压力就非常大 我孩子小的时候,两个人需要接送孩子去上幼儿园和放学回家 压力很大 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些单身或者没有孩子的人,是不是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在工作上 然而事实让人大跌眼镜 结婚有家的人,收入比单身的人平均高许多 反过来这样也容易理解,有家庭和孩子才有责任感 用心做事才会把事情做好 没有压力而能够认真做事的人,肯定有,但是很少 这里说的空巢概念,对不婚或者不育的人不适用 我不想说这样的人生是否正确 记得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道 有人跟踪了一个毕业班的护士几十年 结果发现,没有结婚的单身护士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个人财富都不如结婚有孩子的同学 文章中有一个评论,把人生幸福生活来个排序 幸福婚姻,女性单身,男性单身和不幸福婚姻 也就是说,幸福婚姻比单身生活好 女性单身生活比男性单身生活好 所以许多女性选择单身,而男性喜欢结婚 而面对不幸福婚姻,那么还不如单身 选择单身,可以避免不幸福婚姻 但是也不能体验幸福婚姻 婚姻是个大的领域,不是本文目的,就此打住 第二,空巢以后回头看人生 孔子说,四是而不惑,五是而知天命,六是而尔顺 孩子离家读书的时候,我们基本都过了不惑之年 回忆人生,难免有一些感慨 首先是深刻理解了谋士在人,成事在天 世界上有很多富人,也有很多有权势的人 事业成功的人,但是也有很多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我认为自己是很努力地学习和工作的 我也知道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也很努力学习和工作的 但是世界上的富人只是那么小的比例 譬如0.1%或者1% 剩下的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根据统计学大数定律 大的群体基本都趋向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的基本原则 就是大部分人在曲线的中央部分 两头都很少 同时人生还有很多不可控制部分 中国的许多成功人士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自己的努力 而美国的许多成功人士则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运气 显然,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我们每个人都受时代大潮的影响 譬如,战火纷飞的年代 命都不一定能够保住 还谈什么成功 回想当年,经历十年动乱 许多人的人生都被耽误了 另外,行业的选择比努力重要 很多人说要成功就要坚持 这个成功理念我看未必成立 譬如修理打字机的 修理钟表的人 还有早年的皮匠 铁匠等行业都被时代淘汰 如果你坚持你的行业 最后可能连饭都没得吃 还谈什么成功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 房地产行业遭受巨大打击 许多人改行做其他行业 结果很成功 不断学习新的有用知识 是抗通货膨胀的最佳投资 每个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认知程度也都不同 还有情商比智商重要 中国文化的技术专家理念 其实未必适合当前的科技发展理念 一个人掌握独门技术 除非是自己开公司 否则会让领导和同事感到压力 同时,技术永远领先别人 本身也很难做到 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一个人真正的能力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新的知识的能力 同时需要有一个朋友圈 相互之间能够提供技术支持 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 是在相互讨论中产生 第三,相信我们的孩子 在美国,孩子到了18岁以后 就是成人了 有自己的选举权 也有自己的决策权 培养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应该在孩子上大学以前 上大学以后 就是孩子从社会生活中学习的时候了 美国的孩子 在大学里面挣扎的人很多 这也是很多孩子在大学精神压抑的原因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孩子在家的时候 在好学区上学 老师都认真教 父母安排日常生活 孩子成绩也好 上了大学以后 特别是好的大学 老师可能科研很有名 但是对教学未必上心 离开父母以后 需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和日常起居 这样就需要自制力 面对大学里强的竞争对手 在班级保持好的成绩也很难 好大学的同学都是各自高中的尖子学生 到了大学以后就要重新洗牌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前10%的好学生 这个时候就需要坚持不放弃 做好时间管理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学会自学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人生是由我们的习惯决定的 好的习惯每天提高我们的身心健康 譬如每顿饭以后刷牙 做牙线 放后散步 坏的习惯譬如抽烟 喝寒糖饮料 晚上不睡觉刷社交媒体等 长期积累 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产生效果 记得那年儿子夏天放假回家 约了几个朋友去附近大学的一个音乐会 他们下午出发 晚上9点还没有回家 9点以后我就开始担心 又不敢打电话或者发信息 怕影响他开车 坚持等到12点 我决定不等了自己去睡觉 因为我平时都是11点前睡觉 这个时候我就安慰自己 孩子长大了 他会照顾好自己 要相信孩子 所以我们需要相信他们的判断力和决策力 他们有自己的人生 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辈子 父母和孩子 只是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 曾经共同走过一段路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要培养他们的安全意识 判断力 价值观和执行力 这些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完成 并且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 第四 过好自己的后半生 乖孩子的童年都是为父母过的 我们为了父母的高兴和自豪感而奋斗 当然也接受了父母的价值观 现在我们成了空巢父母 需要过好自己的后半生 父母给孩子的两个最重要礼物 一个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一个是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 孩子上大学以后 只要我们再付完大学学费 就给了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现在是努力给孩子第二份礼物 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 跟第一个礼物相比 这个礼物更难 第二个礼物的根本要求 就是父母自己身心健康 有了健康 才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健康是幸福的本钱 只要身心健康 其他都不是问题 反之 其他都是幻想 如何准备好这第二个最重要礼物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是人生最健康的身心行为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半杯酒 感恩的人看到还有半杯酒 抱怨的人看到只剩半杯酒 这世间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这些新移民的人生更是充满坎坷 感恩就是要看到人生美好的地方 每天发现一些新的值得感恩的事情 就会培养我们正面看世界的习惯 二 需要有足够的睡眠 机器需要定期维修 而人的身体维修就是睡觉 熬夜对身体和工作都是有害无益 非常反感加班 做事应该是提高效率 而不是熬时间 另外 头脑不清醒的时候 做事不仅没有效率 还容易出错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 回忆过去的一段美好时光 可以有利睡眠 平时睡觉前或者夜里醒来 就回忆一段美好时光 包括阳光和风水声和机器的声音 浪花等就容易入睡 三 吃健康的食品 我们都喜欢吃美食 但是美食可能包含不健康的成分 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些调料固然可以改变口感 未必有利健康 天然 新鲜 没有过度烹调的食物才有利健康 我们的胃就像汽车的油箱 我们的饥饿感就像汽车的油箱指示灯 吃太多过度烹调的食品 会让我们的油箱指示灯失灵 四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 吃饭睡觉睡眠锻炼感恩等都需要持续进行下去 才会产生好的效果 养成好习惯需要一个过程 譬如从小事开始先做一个牙的牙线 或者先收拾房间的一个脚 譬如从成队开始每次刷牙以前先做牙线 譬如大家一起做每天晚饭后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散步等等 健康和养生是一个大题目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理念 总之空潮以后我们进入人生的下半场 过好下半场人生才完美 健康人生就是成功人生 好了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